截至昨天夜间,美股到琼斯指数最低探至24768.79,美股到琼斯指数从前端高点26951.81开始下桥,指数降幅达到近2200点。 我们知道,美国股市历来被称为美国经济的晴雨表,在经历了十年的大牛市之后,美国股市急转直下。 这对于美国经济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儿,更有高手经济学家表示,股市可能会从一个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也变成累赘。 除非股票价格进一步反弹,美股暴跌于是美国经济已经过热,傻子都知道,美股已经处于历史高点之上,一些美国经济学家预测,美国股市未来将可能存在两种走势,一种是急速下调。 这对于美国经济打击将是毁灭性的,美国经济也可能随之急速下滑,美国经济好不容易走上的高增长道路将将然而止。 第二种走势可能是平衡下滑,逐渐是放泡沫。 这对于股市投资者来说,将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,资金逐步进入逐步退出,至于谁来在高点接盘美股自不可知。 当然,即便是这样的磨人走势,如果再度下跌10%,也将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。 银行经济学家Jane Hadassier-Herding-Striven认为,标志下跌6%,是自9月低以来,金融状况开始收集最重要的原因。 估计,年初股价上涨对美国GDP增长0.5%的提振作用已经消失。 高盛预计股市对实际GDP增长的推动力将在明年上半年,将距约付0.25%。 价值美联储不断收紧,以及股市遭遇持续抛售,此季度股价进一步下跌10%至2500点左右,且长期保持。 高盛预计到2019年二季度,股价带来的增长动力,将从目前的中性因素,转为-0.75%,如下图所示。 美国经济扩张走到尽头,对于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来说,其现在的经济增速已经达到惊人的。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,美国二季度实际GDP年化季环比中值增长4.2%,创新4年来最佳。 专家表示符合市场预期。 然而,正当美国经济处于一片乐观之时,美国股市的暴跌,使得专家们的口风又发生360度急转。 悲观者认为美国经济将在2019年进行下行周期,过度悲观者甚至认为美国经济将在2020年迎来新一轮危机。 其实,明演员都清楚,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好的表现,得以于上届政府的务实之举,在本届政府期间得以表现,并达到最高点。 不过,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扩张周期已经接近尾声,VIX恐慌指数叶触及今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。 美国经济成野销和败野销和,最直接的推动力,来自于美国国会,通过的大规模减税措施。 这一波减税措施,直接推高了企业的盈利能力。 这直接表现在股市上,就是股指一路高高猛进,似乎形势一片大好,正是在美国经济一片热闹景象之下,美国才做出了一系列头脑发热的举动。 然而,莫迪分析的首席经济学家桑迪·马克·峰黛指出,我们是处的繁荣州,但所有萧条的迹象都在累积,美国经济已经热得快干了。 美联储正在绞尽脑汁的让它在着火前冷却下来。 幸亏还有美联储,美国经济的空调,对于美国股市和美国经济得一轮轮加温加热。 显然最清醒的是美国经济的空调,美联储,这里拥有世界上最顶级的解罪之战略眼光和思维的经济学家,金融学家。 他们通过一轮轮的加息举措,不断收捡货币,为美国股市和美国经济降温。 当然,同时他们加息举措,也被解释,为同级抵约衰退的筹码。 其实,美国虽然没有国有经济,但美国但出现经济衰退时,美联储都会出来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手段来稳定市场。 越来越多的美国经济学家认为,市场经济同时也需要国家层面的监管。 必要是国家也要出手干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观看